拍不到我的頭 對呀 今天就想分享到我的頭很高 大家可以讚 怎樣看鏡頭 這裡的鏡頭 來到大 第二天午餐我們去了一間文文食堂咖啡 裡面有一個超可愛的歌姬 她只是小朋友 現在才四個月大 這間咖啡是由一個很喜歡日本文化的女生開的 就是這個女生 她很年輕 就開了這間咖啡 因為老闆娘是一個很可愛的女生的關係 所以食物都很有趣 不過味道比較普通 我不會說她很好吃 但也不是難吃 這個是其中一個客人帶來的小兔子 超可愛 她好像那隻 她的樣子好像那隻水豚龜 好可愛 好了好了好了 好可愛喔 你好緊張 你好緊張 你比兔子還要來 我們吃完東西了 吃完了 我們本來想吃一會兒 然後玩了很久 對 裡面本來有一些台灣人帶了自己的小兔子過來 然後我們又跟小兔子玩了 好開心喔 沒錯 對 她又害羞 對 我又不知醜地跟他們聊了很久 然後第二天的晚餐 就去了尖地麻辣火鍋那裡吃的 這一間是我這麼多年來看的十大我最喜愛的台北火鍋裡面 都高居頭三位的 所以一定要試一下 裡面的裝修風格是超有懷舊香港風情的 不知為什麼在台灣會找到這種感覺 我們兩個其實超小吃的 所以只點了一碟豆皮 一點點花枝丸 還有一碟豬肉 就夠了 好吃的 很鬆軟 真的不是硬 真的嗎 讓我試一下 我想說大家不要小看 很熱的 這一粒 這一粒的花枝丸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它是好像蜜魚環一樣 然後裡面是有很多很彈牙的花枝 然後還有那個豬肉 如果加麻辣湯就不好吃的 但是如果加青湯 你會吃到它的豬味都很濃 還有很好吃 然後這道餐廳其實很好 它是挺無間 很濃烈的 就過來幫我們加湯 還有一喊就會喊到一些人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一間也不錯 我們現在在台北車站 等著火車 其實已經很晚了 因為有人不肯起床 我不喊 遲了起床 然後我們要去十分 今天 你去過沒有? 沒有 我去過了 我十年前去過 所以其實我是沒有 有印象的 但是不知道現在是否還是一樣 我們剛才很醜 快點說給別人 你在台北車站發生什麼 你說吧 黑暗會心 話說我是因為一隻蚊 就由原本坐的位置 等車的位置 就避走了 去一個比較沒有人的位置 我們就等這個 三十二分那班火車 然後去到三十一分完之後 我就在想 為什麼一輛車還沒到呢? 原來那輛車是 不是很長的 它是很短的 我們的位置是看不到的 然後我們是 我們是狂奮去上那輛車 然後一分鐘都不夠 它就開了車 好醜 我跑得超級無敵快 我們到了青銅 青銅的大街旁邊 我們就看到這部遊戲機 突然間很想玩 是一部彈珠機 我玩了超久 但我男朋友玩了一會 波子已經飛了出去 所以我就玩完了 你是這麼快的 你是不是輸了 這麼快的 我輸了 我輸了 如果大家想拍這些 火車鬼相片 或者片 青銅這個站 就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是玩了超久 雖然猴童才是貓村 但是整條平溪線 都很多貓貓 牠們都很親人 所以如果喜歡貓的你 這些地方你一定要來玩 我們現在實在是十分 實在太多人放天燈 然後我不喜歡 天燈全部是膠袋 你看到後面整條街的人都在放天燈 其實整個天燈是天燈 對 之後我覺得很差 天燈的質感是膠袋 之後 它又用火燒 然後到天空全部都是不好的物質 雀鳥 還有環境 還有大氣塵 都不好的 為什麼 而且又不是便宜 我不明白 為什麼要放天燈 這件事 好了 我發完露燒了 其實十分除了放天燈之外 還有很多大自然景色很美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去逛逛 就好像這條吊橋 你們看到我的樣子 走得這麼慢 就知道我是畏高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十分瀑布 不過那一天我們時間不夠 所以就沒有去到 Hi 可以看到整條橋 還有沒有那麼多人 對 知道 我覺得是畏高的人來說 我非常勇敢 這裡不高 什麼不高 你瘋了 我還要震 不是我震 不是 不是 我現在來到夜市了 我介紹一下 這個BB 這個是我的兒子還是兒子 我是姑媽 沒錯 我除了是Auntie 我還是姑媽 她現在不管我了 還有這個叔叔 這個叔叔 就是本型的弟弟 是不是不像呢 我們今天去這個是南基場夜市 對了 我弟弟不斷說這裡很小 所以如果大家是要去士林夜市 那些規模 那就想一下 但我自己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夜市代來說 吃來吃去都是那些東西 我們現在吃手絲雞 快點 這個就是蒸的臭豆腐 這個就是蒸的臭豆腐 它不是超軟的 它也很實實地 它裡面也是那種蜂巢質地 這個就是剛才買的鹽酥雞 鹽酥 鹽不辣 鹽不辣 很大包 和極熱 我們已經拿了它一陣子了 然後 好不好吃 無論來台灣多少次 我都一定要吃鹽酥雞 因為甜不辣 真的是台灣才吃到這種味 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 然後另一種在台灣都會吃的 就是麻油雞 第三天的行程 就在這個夜市吃飽了之後就完結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onia 旅行 記enda 枪